《伊朗自身难保》 伊朗一直派军参战,帮助去利亚 即使在现在自身难保,自己穷困的情况下依然是如此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伊朗虽然是中东的石油大国 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联酋等国 但是伊朗因为长期的制裁加上内部消耗美国的封锁 因此国内比较穷困 到现代人均GDP才5000美元还没我多多 但是伊朗自己穷困的情况下 却一直派兵支持叙利亚政府对反对派的作战 而且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武器 可谓是不惜代价 而且在现代以色列搅局的情况下 美国继续加大制裁伊朗 伊朗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伊朗不但不退缩 反而继续加大对叙利亚的支持 派出了更多的军队 为何会如此呢? 伊朗为何不顾生死? 不惜代价要帮助叙利亚政府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战略生死 在中东地区 长期存在失业派穆斯林 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千年战争和争夺 而现在的中东 基本上是逊尼派为主 尤其是美国支持的沙特等国 那是逊尼派的代表 两者之间也是生死的关系 而面对逊尼派穆斯林的包围 对于伊朗来说 唯一的战略帝制 就是建立失业派之湖 而失业派之湖中 叙利亚处于核心位置 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一旦叙利亚现在的政府被推翻 那么这个失业派之湖就不复存在 对伊朗来说 那就是致命的战略失败 这是其核心利益 没有商量的余地 第二 欲敌于国门之外 西方世界一直想干掉伊朗 而美国又不能直接进攻伊朗 因此采取的措施 是逐步包围的措施 拿下叙利亚 剪除伊朗女意 进而尽以不孤立 包围伊朗 对于伊朗来说 叙利亚如果被西方控制 那么西方的包围将彻底完成 伊朗周围几乎被西方控制 因此 为了自身的安全伊朗辞命保住叙利亚 那也是为了预备于国门之外 保护自己 从这一点来看 也是不得不为之的 一旦叙利亚被推翻 美国的导弹可能直接放在叙利亚和伊朗边境 伊朗还能睡得着吗 三是 自己地位的需要 在伊拉克被打垮 而沙特又不争气的情况下 伊朗虽然穷 但是却是中东地区的老大无疑 这是伊朗一直梦寐以求的 对于维护老大的地位 伊朗也必须帮助死心塌地 跟随自己的小兄弟叙利亚 因为在中东 阿萨德所在的阿拉维 派那也是什叶派 而为了不被国内广大的逊异派推翻 长期依靠伊朗 因此伊朗和叙利亚早就是盟友和兄弟的关系 这一点伊朗也必须战斗到底 所以伊朗在现在的情况下 即使再困难也不能退缩 因为一旦退缩 满盘接 说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功亏一篑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揭秘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